我想的这也就跟银行没啥区别吗 什么跟银行没啥区别 银行是银行 保险公司是保险公司 那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想跟你吵架 不想跟你吵架 我跟你说 你三天两个都给我找事做 我哪里跟你找事了 我就 那现在就等于跟你说了呀 我当时想的跟银行差不多 也就没跟你商量 十几万你不过商量 那小事吧 那明年不是就 可以取出来的吗 明年那今年不得交钱吗 前面只年两年 都交了十万块钱的信息了 你都不通知我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 这个钱还在呀 有没有跑掉 干个啥事情 你都不同意 你自己交上了 把钱全部搞在那里头 那我不是想多挣点利息吗 那利息它有多少钱啊 我问你十年利息 它是一年一年递增的 一年才只签不件利息 人家挣的就是你这个钱 知道不知道 现在他钱多贬值 你没脑子嘛 我问你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想的跟存到银行没啥区别吗 总没啥区别我问你 这个钱你现在能取出来吗 取出来吧 取不出来 刚才还算了呢 取出来的话损失几万多块钱 我拿个银行住我问你 钱同一时还取出来 还损失几万多块钱吗 有这样子吗 有这样子吗 那问题是我们也不急需要用钱啊 搁那儿就搁那儿呗 存购三年好 存购三年明年再交 今年再交五百块钱 明年再再取出来 还损失钱呢 你这存了啥钱啊 我问你 这你脑子知道吗 第四年就多四千 那钱是点值的 知道不知道 那你放到银行不是一分也没有 我这一分没有 我可以取贷了呀 那这样取不出来呀 取贷不是损失钱了呀 存了两年了 好 取出来还损失几万多块钱 啥东西这是 我就买的是这个保险 大家看一下 就是每一年存五万吧 获得到的数字 第四年才是十五万四千八 就等于说是 第四年如果取的话 能得到四千八百四十八的利息 第三年取 今年是第三年嘛 第三年取的话 还损失个三百多块钱 今年早晨 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 也就是提醒我一下 到下个月的十六号 要该存起这个钱了 什么钱呢 就是我在保险公司 办了一份保险 也是通过银行 我原来钱在银行 然后呢 银行工作人员 就是给我介绍了 这么一个保险险种 就是分红型的吧 三年 存三年 第四年取 就有利息嘛 每年都会递增 这样 然后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孩子爸就听见了 其实这事也怪我 我也没跟他商量 我知道 我为什么不商量啊 因为我觉得商量 他肯定不同意 他这个人对保险这一块 是非常抵触的 包括他自己的商业险 他从来不买 我才说了好多次了 不买 也就是社保和养老保险 还是我催了半天 他才买的 所以你说我要说了 他能同意吗 他肯定不会同意啊 我当时怎么想的呢 一方面是想赚点利息啊 再一方面就是 也想约束一下自己 就是不要乱花 至少这个存款 这三年我们不动嘛 你要搁到银行卡里 你今天是吧 可能到现在 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多了 他就不愿意了 你看他刚才凶了 其实他说的也在理 我也承认 你看保保说的 我也都没话说了 其实存到这个保险公司呢 我的心也是七上八下的 正好客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问了一下他 我就说三年期到了 比如说今年是第三年嘛 我前年存的 然后前年去年 我已经存了十万了 今年还要存五万 然后今年就第三年了 我就问客服啊 如果今年存 今年存完就取的话 可不可以 然后他说 如果今年你存完 过上几个月以后取吧 说如果这样取的话 但是没有利息 可能还损失三百多块钱 如果你要是想有利息的话 就第四年取 能有四千八百多块钱的利息 第五年就是五千多 就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啊 就是慢慢往上递增的 为什么后来 我也有点后悔了呢 我觉得如果是家庭条件 比较好的家庭啊 有点闲钱 可以存到这儿 搁上十年以后 那就很值钱了 所以刚孩子爸的意思就是 他前面不是想做这个 做那个事吗 我不是不同意啊 啥的 其实我就是把钱都搁这儿了 我又问客服了 我说如果现在取 我不是交了两个五万吗 前年去年交了两次五万 我说如果现在取的话 能损 要损失多少 他说大概一万多 损失一万多 然后刚才 孩子爸也听到这些话了 他更生气了 我无缘顾损失一万多 还没挣钱就损失钱 我就是为了想挣点利息 怎么办吧 大家说怎么办吧 我取出来 他这个事才能算是放下 我觉得